Hello 大家好 我是Rock 摔老是一件藏不住的事 就是因为我的下巴最近刚 伸了一个下巴 我觉得我这第二个下巴 它以前就是我脸的一部分 它就时间长了 它掉下来 有一天我拍了一个慢动作视频 很简单 一个转头 但是当我回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脸上的肉要比我的头 腕到 你懂吗 头已经到了肉才走到一半 然后啪 我觉得自己就是脸垮了 然后就有朋友呢 推荐我去做医美 这些年啊 身边总有人去什么 做个双眼皮 什么刷酸 我觉得挺好 每个人都有美的权利 毕竟连我身边这些脱口秀演员们 也都在外貌上卷起来了 你看那广致 磅礴 磅礴 那小发型做的 我老庞 你这真把自己当庞一博了 我也想年轻啊 但作为一个内蒙操汉 就除了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是觉得 医美项目的那些名字 是不是都太玄乎了 什么光子嫩肤 听着就跟这个量子力学 是一个级别的 就你感觉他应该去真诺贝尔奖 结果还在618做活动 说是什么逆天黑科技 我就特别不相信 这逆天才只需要800块 还有什么超身刀 超身炮 超皮秒 这一个超一个 听着都像是尖端武器 就让我觉得这医美 好像就是在刀口填血 然后我看过一个资料 就是说这个瘦脸真理的肉毒素 最早就是生化武器 一惊就能毒死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以你说第一个 用它来瘦脸的人 是不是就在生化战争里 看着别人倒下 心里想的却是 虽然他死了 脸瘦了呀 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 那些一般的项目 针对的都是初老 你呀是真老 你得做热马集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 有的可能在网上看过 就是在脸上打一堆网格 就跟要做Excel似的 然后一个巨大的机器 出来一个电棍 在你脸上电 我一听这太可怕了 要不算了 就没做 然后我就接到了我 恋爱综艺的通告 第二天啊 躺在这个医美机构的床上 我很激动 我是说相比怕疼 更可怕的 不是错过一个美丽的人生吗 开始之前我就问了医生 我说很疼吗 医生很慈祥 没事不疼 来 先敷个麻药 我说不是不疼吗 他说对呀 敷了就不疼辣 但也不一定 最好再把这俩驱通片吃 我当时就有点慌了 结果他又递过来一个尖叫机 他说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捏这个 让你缓缓 我说完了呀 怎么感觉我这是要进产房 给我的下巴生二胎 开始之后呢 当那个机器 第一下打在我脸上的时候 我直接就叫出来 我说 我说这就是美丽的滋味啊 那一瞬间 我真的网影都戒了 那感觉怎么形容 就是你们被雷劈过吗 真的太疼了 打到一半 我都已经想还手了 再动我一下尺尺 以后男子都别再吹什么牛 我说看我脸上是疤 打架打的 不值一提 我现在只服那种 看我脸上是疤 热马鸡烫的 我觉得以后再拍战狼啊 吴京一出来就应该再做热马鸡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再给我来一个疗程 我觉得像热马鸡这种东西 就应该在体检的时候 趁着这个 无痛长径啊 趁着全麻就一起做了 哪怕你检查出一个 什么不治之症 至少你可以让自己 走得很好看啊 对吧 别人来瞻仰你 也会忍不住说一句说 虽然他死了 现在我就希望 这个科技可以进步快一点 让我们可以不用卷得这么痛苦 躺着就能享受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人 三 二 一 请锁标 你真去做热马鸡啊 而且是录那个节目之前做的啊 是 我说的石头 石头那么嫩呢 哇可以可以 这个东西一年做几次啊 应该是一年做一次吧 但我应该就是一辈子做一次了 真的很疼 我看古余老师没给到 因为 Rock一点都不胖 是这样的 就是 他虽然是笑话 但是 生活当中就是一般人会比较抗拒一个不 比如说比较好看的女孩说 哎呀我一点都不好看 我有容貌自卑 然后一个不胖的人说 我其实挺胖 他会给人带来某种 某种 某种压力 但是 很多女生去整容是因为 的确觉得自己长得可能还不够好看 那这种压力很多时候也是来源于周围的这个环境 那周围环境促成这个现象 我觉得作为女性我也想保持我未来 我想做医美的话 我有这个权利就不会觉得 你怎么不能面对自己衰老 但是我也希望我有这个权利不做 但我又喜欢你那个 就是前后还挺对账那感觉 他有但后来就整个厂子那个气压就低了 那个时候你让我拍了就已经找不到气口了 我说实话我跟你们反应一样 我也是没有笑得特别的开心 所以也是到最后的 想想说 估计票数也高不了 你自己觉得呢 是 其实是我自己觉得 去年一年我确实状态不太好 我就有点脱离舞台了 我一年没怎么演过 我觉得这东西很像健身 你一直用一个很大的重量来练 但是突然一年不练 你再到这个强度 其实我一直很吃力 我在这个台上演一直感觉有点吃力 我觉得自己需要恢复一年 对 其实想戴起来但还是 嗯 但是其实Rock已经阳光 比去年阳光了好多了 是不是 阳光了 对我一直 大家好 我是Rock 哇 大家就哭唱那样 过去的一年 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上了一个恋爱综艺 上练宗没什么 但是要命的是啊 那个练宗的观察员 还是大张伟老师 我就觉得大老师过去这一年 太辛苦了 观察完我的工作 又去观察我的感情 现在又来复查我的工作 我跟医师一样 我说大老师 现在我妈都没有你了解我 其实练宗一开始来找我 我还挺高兴的 我说什么练宗啊 这么有眼光 然后人家说 老师 咱这是个离婚恋宗 说就是一些 跟您有相同经历的人 有的也上过节目 您不介意跟同行谈恋爱吧 我说什么意思 难道这里边还有斯文 我说没有没有 别多想 知道你们公司这方面人才多 但是只找你一个 我说这是为什么呀 他也很扭捏 说我们这个预算 我说行别说了 上节目之前我也很忐忑 我就把市面上这些练宗啊 都给他看了一圈 看完之后我惊呆了 这里边都是秀恩爱的现在 就各种喂饭 你知道吗 就啊 然后给你擦嘴 系鞋袋 又是开门 又是拉安全带 我说这不都是护工干的事吗 然后一帮那个观察员还在那起哄 是吧 就啊 受不了 好浪漫 上头了 上头了 我说这怎么就浪漫了 就我们现在对浪漫的理解 就是生活不用自理 是吗 那那几年 我姥爷重病卧床的时候 没少喂饭 我没听他说 哎呀 受不了 太浪漫 上头了 上头了 这把老骨头都输了 我觉得所有的男人 真的都应该经历一下练宗的洗礼 太锻炼人了 就呆滞如我 现在也都学会了察言观色 就光什么时候及时给女生递纸巾 这都是学问 告诉你们啊 就是只要女生开始讲 她跟前任的故事 你这手就得开始摸索 你就感受这个氛围 是吧 这眼泪要来了 要来了 给 每次都是谁 小心你的眼妆 就你一定要快 你知道吗 因为慢的话 你摸到的就不是纸巾了 就是其他男嘉宾的手 吓死了 你知道吗 你说我这不算就是牵手成功了吧 然后我就想 为什么现在谈恋爱的人越来越少 看恋宗的却越来越多呢 我就发现 其实恋宗已经成了现代年轻人的爱情代糖 就是它可以让你尝到爱情的甜 但不长爱情的肉 多好的事啊 你谈恋爱 我磕糖 你翻车来 我骂娘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吧 所以现在大家看恋宗 只想看撒糖 一个真人秀里 全是秀 没有真 越真越没人看 我们那个恋宗就是 真没人看 摇摇摇摇摇摇摇 有的人看了啊 那为什么你们告诉我 一记热播下来 我就长了两千个粉丝 其中一个还是赵小慧 就是标准的恋宗受众 就是一个母胎单身 每天跟我在那脱离实践聊理论 聊了两天突然跟我说 你们那个恋宗不甜 我气了 说看完我就一个感觉 这离婚哪 果然都是有原因的 好不是吗 但是真的也不怪他 你知道吗 我那个恋宗确实不甜 而且节奏又慢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节目 已经录了一大半 我还没有跟任何人产生瓜葛 导演组都急了 然后过来说 大哥 您来这儿是干嘛来了 旅行交友 光旅行啊 一天到晚坐那儿就起哄 磕别人CP 说说风凉话 发表一些自以为是 站着说话不摇疼的观点 你以为你是观察员呀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个人经验 就是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怎么了这是 无论发生了什么 只要我们做好 眼前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谢谢大家 我说 怎么了这是 别这样啊 别这样 大家好 我是Rux 第四季了啊 又来了 真快 你要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这一帮人 先去参加了一个试镜 我作为一个 从第一季就在的老将 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想过放弃脱口秀吗 我说没有啊 他竟然追问我 从来没有吗 我感觉下一句话就是 不应该呀 然后 他问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这一季 你还炒CP吗 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还记得 我之前跟杨丽 吵过CP 很尴尬 就我作为脱口秀大会 最早开始吵CP的先驱 鼻祖 就后来发现 根本没人理我 大家都是在吵 李雪芹和王建国的CP 对吧 都要锁他们 锁就算了 还都跑过来 让我把钥匙吞了 好无辜 没有个米 他不是不行吗 说我可以不叫rock 叫lock 而且后来你们也知道 杨丽有了新的CP 你们知道我每天上网 突然刷到他们俩的cut 是什么心情吗 但我还是一直很关注杨丽 比如前段时间 他因为给一个电脑CPU 做广告 被很多人骂 对吧 那个广告又被撤 还上了热搜 你们记得吗 记得 我就觉得那些人啊 根本就是一帮靠在网上泄愤 是吧 找存在感的人 而且最过分的是 他们都在那个广告下面骂 但是根本没有人看那个广告 因为如果有人看完 他就会发现 我也在那个广告里 我也在呀 就太没有存在感了 你知道吗 你们有人看过那个海报吗 上面有两个人 我的脸跟他的脸一样大 是吧 我还在上面笑呢 我现在看那个笑容也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 我这边男的冲这边骂 他那边女的冲这边骂 是吧 我在中间 但其实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处境 就是一个越来越没有存在感 尴尬的中年人 到了中年 你就会开始发现 自己好像总是笔上不足 笔下也有点不足了 同辈压力已经太奢侈了 我现在感受到的 都是晚辈压力 知道吗 就屁股后面 总有这帮年轻人 就撵着你 知道吗 就鞋都给你踩掉好几次了 我现在特别害怕 跟年轻人在一起 有一天 我跟一个年轻人在一起 喝点酒 聊了一点自己的烦心事 结果第二天我就发现 他已经把我的事 写成了段子 在台上讲了 最可气的是 写得还挺好笑 我在台下就跟海报一样 他也太会超败了 但我很快还是接受了这件事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领悟到了 中年的意义 你们知不知道 只有人才有中年 其他的物种 根本没有中年这个概念 你想想你家的狗 是不是从来都是 年轻活力 年轻活力 然后就老了 你从来不会看到 你们家的哈士奇 突然有一天 步入了中年 没事 一个人在阳台发呆 点了一根烟 最近压力好大 遇到电线杆 都撒不出尿 没有吧 只有人 有中年 而中年的使命 我觉得其实就是 把一切东西都传递给年轻人 包括爹位 你知道我现在每天都在克制自己 你知道吗 就克制自己 好为人师的冲动 我现在看见年轻人 我心里就 我好想教他做事啊 我想通这件事之后 我整个人感觉好多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叫我去蹦滴 我说好 哪个滴厅 他们说那叫夜店 然后去了这个滴厅呢 我就在那蹦 我就在那蹦 我想忘了这一切 我想做回一个轻松的年轻人 蹦着蹦着 突然一个姑娘趴到我耳边 莫名其妙喊了一句 你的段子都太严肃了 我感觉他下一句话就是 你有想过放弃脱口秀吗 从来没有 谢谢大家 我说 大家好 我是Rock 我并不孤独 但总有人觉得我孤独 我是长得孤独吗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孤独就是 别人觉得你孤独 然后我从小就是很内向 然后我爸经常说我 说这孩子 你这个性格不好 太孤僻 什么叫孤僻 听起来就好像我是个变态一样 知道吗 就每天躲在黑暗之中 计划我的小阴谋 没有 我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 而且你知道 我们性格当中 很大一部分都是父母遗传的 然后我爸跟我说那些话 很多都是发信息说的 语重心长地给我打字 儿子多跟人说话 多交流 我说好 但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独处 你知道吗 他们渴望得到关注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我过生日 过了十二点不睡 抱着手机在那 是会是第一个给我祝福的人呢 然后等到三点 没人理他 只好自己发一条朋友圈 祝我生日快乐 然后又开始抱着手机 谁会是第一个点赞的人呢 现在也有很多社交软件 可以让我们不孤独 那种左滑右滑的 我也用过 滑了一个星期 滑到了一个同事 就很尴尬 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两个人就在那软件上 聊了一会儿工作 时间长了我就发现 社交软件真的只会让我们更孤独 因为它让你越来越没有耐心 选择太多了 你给我十分钟 我可以把方圆十公里的人都划一遍 如果没有匹配 我就会把范围改成二十公里 而且它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里边 其实都是难的 真的你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微信有一个功能叫附近的人 都用过对吧 别装 你点进去它有一个叫只看女生 会有一个列表 排第一在一百米以内 第二的在两百米以内 第三第四在五百米以内 以此类推 其他的在两公里以内 当然这是城市 如果在内蒙的话 排第一的就在两公里以外 然后就只有这么一个人 你本来还认识 这是女生 如果你们试一下只看男生 也有一个列表 排第一在一百米以内 第二一百米 第三一百米 第四一百米 第五一百米 前一百个都在一百米以内 你都剩得滑 你说我附近有这么多男的吗 这都在哪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刷都刷到了 要不就请搁几个一起喝点 来点懂生活更快乐的老村长酒 喝完你也开心了 也不孤独了 大家一起边喝酒 一边刷附近的人 那最后 我今天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来结束今天的演出 最近我在写诗 写诗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而且我本来也觉得 孤独这个主题更适合写诗 对吧 今天就要为你们读一首我写的诗 这是我写的第一首 关于孤独的诗 诗的名字叫 一个人吃两份自主餐 一个人吃两份自主餐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一个人吃一份自主餐 好像也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吃两份自主餐 是不是吃饱撑的 不 是这家烤肉店 必须要两个人或更多 才能点自主餐 垃圾 记得要分类 知道一半 服务员指着我 还有两块肉的盘子问 还要吗 我含着满嘴的肉 点了点头 他却把我的盘子收走了 也把我的肯定收走了 我又去拿了一盘肉 吃到一半 服务员又指着我的盘子问 吃完了吗 我含着满嘴的肉 这次摇了摇头 他又把我的盘子收走了 也把我的否定收走了 我又去拿了一盘肉 回头 我的猪被收走了 我的世界都被收走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Rock 相信你们也看出来了 今天这帮人不只是来聊人设的 也是来崩人设的 这一个个的 又是跳舞 又是撕衣服 脸啊 算了 还是说我自己 我并不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真的不是健身教练 你知道吗 我只是跟我的朋友 合伙开了个健身房 我不当教练 你知道吗 你们都见过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是那种 很有活力的人 走路胳膊都是架起来 你就感觉 他的胳膊和身体之间 夹了一个隐形的翅膀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其实是个能量很低的人 你知道吗 就为了这场演出 我得在家歇一天 而且每天基本上 我中午一起床 就已经有点累了 他说 他说你们见过这样的教练吗 你想想怎么上课 你好 练吗 累了 别练了 没法弄 健身教练其实就是 当初他们给我的一个人设 那现在我做了喜剧之后 练得越来越少了 每次演出 总有人说我 又胖了 脸又大了 我就感觉我的脸 是那个刚经历着 大爆炸之后的宇宙 在无限地扩张 总有一天 会碰到其他的脸 而这脸 最怕缺水 缺了水 这脸还能要吗 缺了水 你这脸就像在台上 跳完舞 撕完衣服一样 你这脸还能要吗 你这脸还能要吗 请这一遍 请这一遍 我听到这句评价之后 我就知道是贴的形容我 是 你这碰到其他的脸 你这碰到其他的脸 得多尴尬 幸亏有阴术 透明纸酸小白瓶 滴滴超朴术 有了阴术小白瓶 不怕碰到任何脸 你知道其实 其实我一直也希望自己可以多去健身 是吧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但我的经验就是 如果我做了几天更好的自己 我就得做几天更差的自己 你知道吗 我得缓一缓 哎呦 更好的自己 太累了 你知道吗 经常就是 如果我规律地运动一个星期 我就得疯狂地放纵一个周末 我都等不到周六 周五晚上开始胡吃海喝 剩下两天就是宿醉 躺在家里只能干两件事 就是身影和翻身 你废了 你不想见任何人 不想出门 有时候快递回来 对吧 你就假装不在家 他会给你打电话 你好快递 不好意思 我不在家 您放门口吧 我都听见你在里边说话了 更好的自己 太难了 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看看庞博 堂堂托狗秀大王 这不也两期落选 对不对 你看这一期为了上一下 啊 啊 吓不吓人 啊 我都惊了 真的说一说庞博 我对庞博的感情 一直很复杂 知道吗 真的 从第一季脱口秀大会 他成为大王之后 我就看他很不爽 因为 我觉得那个大王 应该是我 这个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 喜剧真的变了 喜剧变了吗 重新定义脱口秀的一天 对 我说出来了 今天 我就要给你们展示一点 人性的阴暗面 做一个更差的自己 我知道已经没人记得 第一季脱口秀大会了 对吧 前半程的时候就 根本没有磅礴这个人 后半程突然上了两三期 就大王了 你知道我在前面 苦哈哈哈哈的 腿都断了 有人记得吗 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恨旁博 你知道吗 就是他太优秀了 你明白吗 就优秀到不真实 就无论什么时候 这人总是一副 充满正能量 积极乐观的样子 就像一个 装了泳动机的健身教练 知道吗 半夜去敲你的门 你好练吗 我觉得我们工作中 最怕碰到的 就是这种人 知道吗 就他 哪儿哪儿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 让你觉得 自己像个垃圾 就优秀地令人发指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不说 就要跑去完成 别人的工作 还建客户 用它建客户吗 哇 真能用 每一次 每一次 当你用到一点难题的时候 知道吗 一瞅莫展 愁眉苦脸的时候 它就会满面冲锋地出现 脸着一张笑脸 露着一口白牙 我来了 朋友们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我们解决一下 然后 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用你解决吗 有时候 我真的想把他那口牙一个一个 敲下了你知道吗 直到前两天 他落选了 这笑容是真的 第二天 我们俩在一起公司 讨论下一期的稿子 你知道吗 然后他突然开始 跟我抱怨 他开始说 他对这个节目组选拔标准的不理解 他的不满 他的愤怒 他的各种负能量 你知道 我当时听那句话 我的感觉是 哇 这么久了 你现在终于知道我的感受了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朋友 接着 他又开始说 他的焦虑 你知道吗 他作为大王的压力 他甚至 担心自己以后 还能不能说脱后修 你知道在那一刻 我发现他不那么乐观了 那一刻我发现 他原来和我一样 也有一个更差的自己 那一刻甚至 他的大白牙 都没有那么刺眼 你知道吗 那一天 庞博在我眼里的人设崩塌了 但也是那一天 他开始在我眼里 变得更加真实 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喜欢这个人 谢谢大家 我十万 好 好